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敬礼 传承主事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八华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登大吉 上师 我们敬礼 谈成三把 敬礼 同修的本尊 要失流离光芒佛 吉 一切见识 圣母 丹真加措 图登西地 图登卡玛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arriveder 期待的 小金mail 《宝贝》阿余 selon你 计数��优 情報eremi 让佛门 是又 Anat 我 и来自周辉 千万、相同 从以及到了 监 faud dro Conference 简免 nauc然后 前面或参甲 祝 Christmas 咀祝 同一起 form 今天我们修 《药师流离光王佛》 它的最主要的 是日光天照菩萨 跟夜光天照菩萨 另外还有八大菩萨 还有十二 药叉神将 我过去已经讲过了 这个《药师流离光王佛》 我是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而且祂的所有的建筑 我也是亲眼看到 那个看到以后呢 就觉得 应该这个冰会好 但是不是我七十九岁的这个冰 是我很早以前 那个头 头有一点问题 这阿达玛 阿达玛 这是阿达玛 日本话是阿达玛 阿达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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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讨厌了 过不久 那真的好了 这是过去的那一段经历 最近比较少看到 药师流离光王佛 比较少 还是有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 没办法解除 什么毛病 星期六晚上通修 坐在这个椅子上 你不睡就不行 保证你睡 想要挣扎 也没办法 我是一个很容易睡觉的人 是什么大事 小事 管你什么选举不选举 我通通都睡着 管他 天塌下来 地裂开 或者发生什么大事 他都不会影响我睡眠 晚上 这个失眠两个字 根本不是 在我日典里面 找不到失眠两个字 如果没有人叫我 我是一直睡的 我只听到 那个失忆 那失忆一讲 那一句说 那个 回向 我才会醒过来 我还记得 我们今天修的是药师流离光光 那已经很不错了 一般来讲我醒过来什么都没有 能够在所有人的面前 而且坐在法座上 能够这样子 一切都不顾得这样能够睡的人 非常稀有 真的 无我了 没有这个我存在 什么失尊不失尊 我们管他的照睡 所以 我是很好睡觉 这也不错了 老天队友不错 很多人患失眠的毛病 有时候 年纪比较大的人 年纪比较大的人 都有失眠的毛病 有时候 我有一次 我有一个精神科的朋友 他是专门医精神病的 他这个医精神病 我跟他是好朋友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 他跟我讲 你看 外面路上走的人 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就是失眠 所以 你看嘛 老天 他们对我不错 这些活菩萨都对我不错 他们最近都不会吵我 以前我坐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吵我 怎么吵呢 这里来一个 这样子 他就醒过来了 他们吵我 地藏王菩萨觉得 时针睡相难堪 就用戏表 他从这边伸之手出来 地藏王菩萨在我后面 他用一个戏表 从这里 绑到这里 把我绑住 结果我就 不会这样的拖地下来 现在他已经绑得很难了 我也谢谢地藏王菩萨 他也不管我了 反正 忘了 一切都忘掉 最好 至于睡眠方面 让他自然 该睡就睡 该醒就醒 你看 哪一次我回向的时候还在睡 对不对 对不对 该醒就行嘛 这个笑话好像讲过了 不过也是 还可以讲 这个先生对老婆讲 老婆啊 明晚 明天晚上我要请一个同事来家里吃饭 老婆回答 你轰了吗 这个房子我一年都没有打扫过 三个月没有去超市 三十几个碗盘还没有洗 何况 我也不想做饭 老公讲说 这个我知道 老婆就讲了 知道了 为什么还请同事来吃饭 老公讲 因为这个同事啊 居然满脑子都想要结婚 蛮好玩 这个也好像 昨天晚上跟朋友去歌厅 顺便找了个赔偿的小姐 买单的时候 发现我的现金不够 身上只有金融卡 这是歌厅的这个少爷讲了 没关系 可以刷卡 朋友讲 不行 这个卡是我太太的名字 我刷了 我太太就知道 我去哪里 她会打死我的 这个服务的少爷讲 没关系 大哥 我会帮你刷成 小吃店的销贿 朋友听完 很开心的刷那卡 结果呢 回家的时候 太太就挤个巴掌 然后 拿手机给她看 牛肉面 一碗 一万九千六百 八十只页 牛肉面 一碗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元 太太就问了 你碗里面是放一条牛 蛮好笑的 我们进入主题啊 马来西亚的前师兄问的 C-H-E-N 千 L-O-T-U-S ROTO 尊敬的根本上师 时尊福安 弟子近年跟近期看到同门在外学习灵气 疗愈后来为同门灵气治疗 也在外开班教导同门 据所知这种灵气治疗属于气功 一种将自己成为能量的管道 利用自己的丹田气发出去治疗 它们称为气 打气 因此总结以下的疑问仅是根本上是 这样做是否如法 还是符合征活传承吗 这种灵气治疗不需要内法成就 也能够帮助其他人吗 因如果打气的人自己修炼不好 会带有杂气传给对方 被治疗者频率高 以所谓的打气治疗是能量 而且还会倒流 3. 因牵扯以气治疗 故这种为他人灵气治疗 会不会有因果因素在里面的 弟子认为这门学问跟问题 应该得到具得的根本上是为我们开示 希望大家都是依生活传承 而不偏会 使治疗者同盟 除了自己警惕自己 也免得误导同盟 极善性 谢谢师尊为大家开示 哇 这是气功 这个事情 讲起来是比较 比较玄 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 在梅兰恰纳 很多的气功师 有一阵子是很流行气功 非常流行 几乎很多的气功师 我在这边 我们这里西雅图列将士 有很多的中国大陆过来的气功师 那时候我也看到好几个气功师到这边来 他们都是要帮我们同盟治病或者怎么样 我也曾经看过 最近比较少 以前看过几个气功师 你们遇过中国大陆的气功师吗 每一个都是气功师 好多 多到不得了 你们有见过吗 有见过气功治病的吗 有吧 有见过了几手 气功 他本身就是德华 他每天都要帮我治病 他以前说 你哪里有病 他说 他讲我有病的时候 我就跑到双杠这里 练双杠给他看 他说看起来没病 他在讲我有病 我就拉几个当杠给他看 他说你脊椎有病 我说腰头给他看 他说你的腰椎有病 我就扭身给他看 他说他再也不敢要治我的病了 还有我们韩国也有气功治病的 我都来过我们这里 他说你身体有一边 比较没有病 有一边比较有病 会话嘛 每一个人身体都是这样子的 你相信不相信 都一边是健康的 一边是不太行的 你不要被他服了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笑话 他有一只脚的膝盖有问题 医生跟他讲 你这个膝盖是老化了 这个病人就跟医生抗议 我的右脚膝盖不好 但左脚是好 你说我右脚是老化 那左脚年龄是一样 怎么左脚没有老化 那医生就打不出来 其实人的身体 真的很奇怪 有一边是比较正常的 一边是比较不正常 生病那一边 总是那一边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脑的昏迷的问题 书母的帕金森 是什么问题 是脑的昏迷的问题 一边的昏迷是正常的 一边的昏迷是不正常的 这边昏迷不正常 影响到这一边 这边的昏迷不正常 影响到这一边 所以我们脑里面的昏迷的明点 如果两边都是正常的 你这个人身体 真的是正常 但是这种很少 大部分来讲 都有差一点 使母睡眠不好的时候 我也用气功疗法帮她 这属于民俗的疗法 属于民俗的疗法 真的气是存在的 我每一次 你们有看过我帮助师母吗 谁有看过的 看过了有好几个 她每一次在晚上 或者是说她身体不好 觉得手脚无力 手都抬不起来 包括喝水都没有力量 这只手要拿 那个杯子起来 喝水都拿不起来 拿笔写不知智 严重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只要用气功的疗法 她是会好的 我都念奏 我念我的六甲神奏 上青上帝 东华台帝国 描迪金庙大天寸 另外人生俗来加天宿 变俗来加老顶之心 天有十二天路 哪有天路五日 通知身兵三万代价 回宫代价 普外代价 空洪代价 又念心兵百万 总欧 连仙 发烈 神通 变化 义得合金 请 瑶池金母大天孙作主 临兵斗子 借着 借着你再见 临兵斗子 借着你再见 临兵斗子 借着你再见 做完了 她等一下 她就好了 晚上她本来 睡这个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但是只要这样子 一加持 她可以睡到 昨天晚上 她睡四个半小时 多出一个半小时 这个就是气 就是灌气 这个气加在她身上 另外用九日真言 把她身上的 不好的东西 给她去除掉 她有时候 我帮人家的忙 有时候拍她的背 我也是念咒 用手掌 拍她的背 这个拍起来 力量很大 这也是气啊 这是真实的东西 不是 不是我 我那个的 说很多事情 这个是 这个是属于民俗疗法 民俗疗法 这个在 美兰县 有属于一种功 叫做自发功 自发功 你气随时都可以出来 那个叫做自发功 自发功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 只要他的气 能够动 就会了 会自发功的几手 我们这里有同盟 也很多会自发功的 师母也会 他很久没有弄自发功 最近我叫他 你一天 你自己自发功 弄三次 让你的全身的气流通 你的精神就会好 就会比较振作 发作的机会会比较少 发作的机会比较少 最近他有听我讲 你弄一下那个气 把你的气在身体里面流动 我们都会的 像牙齿也会 牙齿啊 牙齿 这牙齿会弹啊 我们如果自己弹 是这样子 如果要他自发功的话 就不一样 耳朵也会 耳朵啊 耳朵会动啊 因为气到那里啊 你如果能够把气 印到眼睛 你就得天眼通 印到耳朵 你就得天耳通 印到你的脑 你就会得到他心通 这个就是气 这同门讲的这个气啊 打气 当然了 轮胎没有气 你给他打气 这轮胎就有气 就可以跑了 我经常做这个动作 把气压下去 压到丹田 这就是气啊 这个能不能治好人家的病 还要看你自己的气 到底雄不雄厚 你自己本身弱不弱 或者很强 你自己气很弱 你就没有办法帮别人了 另外呢 是不是会有不好的气 沾在身上 有的 有的时候是有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期待 因为啊 这个人 本身是一个精神病患 有一个灵在身上 那么这个灵呢 被你用气逼出来以后 他回来再找你 这就是你 你替代啊 你把这个人身上 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在他身上 那么用掌派他 他身体藏不住了 他出来了 他会再来找你 他找你的时候 因为你有结界 他就进不来 你没有结界 他附在你身上了 换你变成有病了 那就是替代 所以也要看功力了 也要看功力了 这个东西确实是有 是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当然有的时候 也会被不好的东西入侵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还会倒流 这都是有的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因果 他问了 会不会有因果因素 没有错 是有因果因素 都有因果因素 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灵 附在他身上的这个灵 让他得到这个病 那么是跟他 是有因果 你不顾因果 排了他以后 他也会影响到你 这个帮他治的人 必须要有一种灵的力量 之间要调和 通通要调和 其中还是有一些因果在里面 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一时也讲不清楚 所以治了人家的 跟被治了的 稍微要懂得这些 但是也懂也懂不了 因为那个是无形的 那是无形的 还有些人晚上睡不好 但是经过我给他拍了以后 那个灵出去了 然后他当天晚上他就睡得很好 也有这种现象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上 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很深的 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 而且我们 好像我在帮人家的忙的时候 自己有时候也要修复法 也要守护自己 也要结界 有时候我去礼拜天去山庄 做护魔 超度 超度完了 我回来 哇 好多无形的跟着我回来 因为没有超度完 有些是超度不了的 他没办法被超度的 就跟我回家 没有 所以啊 每一次去山庄 薄薄的 薄薄的一点 我还背负着这些 这些灵魂那么多 跟我回家 我还要一个一个打花 花不来啊 他自己每天晚上做结界 还摇着金木的佛城 一扫 虚空中滑盖降下来 带住我 然后我才能够很好 睡得很好 不受干扰 每天晚上都要做结界 这无形的我看最多了 师母也看了很多 这前几天晚上 前几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然后我跟师母 我把那个车子开到外面 师母有讲过嘛 讲过给几个人听 车子开出来 我一看 家门口有一个包裹 有一个包裹 一大箱的包裹 我说哇 谁送那个包裹 送到我家门口 那师母也看到了 她说我下去 看看是什么包裹 师母打开车门 我再一看 那个包裹不见了 师母要下去的时候 又看一下那个包裹 不见了 我们两个同时看到 又两个 又那个包裹 同时不见 这师母不是幻觉 她看到了 跟我看到了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包裹 我就是牛皮纸的包裹 一个箱子 放在我家门口 我看到了 师母也看到了 师母说要下去砍 但是我再一看 没有啊 只有门啊 那个包裹不见了 她一脚才踩出去而已 她回头一看 门外的包裹 也真的不见了 变魔术吗 西空在 哪一个佛菩萨 给我变魔术 没从事招来 真的不见了 那么大的包裹 怎么会不见呢 那个包裹就像那个 写着四十那个 你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四十分钟 这么大的一个包裹 在门口 我看到了 师母也看到了 他下去 要去看包裹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一看 不见了 我跟师母讲 师母一看 真的不见了 你说可能吗 好奇怪啊 变魔术一样 这个世界是魔幻世界 所以这个回答马来西亚 这个 签 不见了 罗头 不管是如不如法 你要量一量自己的力量 阿免得到时候 荣获上身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麻烦的话 就来西雅图找师尊 真的 老师问小明 小明啊 你平常考试的成绩都不错 这次怎么没有考好呢 小明讲 那是我考试的时候 隔壁的同学生病 他没有来 这个好像讲过了 一天早上要去上班 打开车库的门 上了车 发现老婆给我一个小纸条 一定要加油哦 同时画了一个heart 当时我就很感动 心里默默的发誓 老婆 我一定要努力赚钱 让你过好日子 15分钟以后 在高速公路上 没有了 被拖车拖到服务 拖到加油站 加油 他以为 老婆给他说 一定要加油 是叫他工作要努力一点 我们讲 唯摩截手 收金 不失一品 第六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 不可思议 我刚刚讲的 看到箱子 箱子没有了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们两个同时看到 两个同时看到箱子消失了 可思议 这个气功 刚刚讲的 那不可思议 确实有 但是呢 也有假的 很多事情有真的就一定有假 那 唯摩截 这只不失一品 根本就让你想不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可思议 有一句话 好像在经典里面有 有人问 问佛陀 佛陀就回答他 释迦牟尼又回答他 虚空可思议 这个虚空啊 你可以想得出来吗 他说 非夜 虚空不可思议 虚空不可思议 没办法想 其实我们讲 讲起来 地球也不可思议 这个地球也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可思议 你说地球在自转 我们写的都地球在自转 我们怎么没有感到自转 地球自己在转 我们都没有感觉 那整个太阳也在转 所有的星球都在转 这整个虚空不可思议 你知道虚空有多大吗 没有人知道 以前还听说 太阳不止一个 有一百多个太阳 只是他的光 没有照到我们而已 照到我们的 只有一个太阳 虚空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文某节所说 他也有不可思议品 第六 不能够 让你脑筋想不到的 也不能够议论的 就是不可思议 而十舍利佛 释迦摩尼佛的十大弟子 也算是首座 他是智慧第一的舍利佛 看到维摩杰的房间 当然他的房间不是很大了 没有床座 你知道 你知道他们什么叫床座吗 这是法座 这么多的菩萨 每一个菩萨都有法座 每一个罗汉 阿罗汉 他也有他的座位 威摩尼佛的房间 什么法座都没有 这时候舍利佛就想 师诸菩萨大弟子众 当一合作 大家总不能站着听你讲 或者菩萨在虚空中 听你讲 至少有个位置可以坐 这些菩萨跟所有的大弟子 十大弟子 跟很多的罗汉 五百罗汉都去了 要坐在哪里呢 长着维摩杰之旗 这时候维摩杰大士 就知道舍利佛心中在想什么 这个就是他心痛 他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时候维摩杰就跟舍利佛讲 银和仁者 舍利佛啊 你是为听话来呢 还是为了座位来呢 你是为了座位来呢 还是为了听我说法来呢 舍利佛就回答 我是为了听你说法来的 不是为了座位来的 你说这个舍利佛有没有说法 他也在说法 你刚刚明明想的是说 我们到底要坐哪里 你看维摩杰大士 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是为了听我说法来 还是为了座位来 就问了 这舍利佛就讲了 我说为了听你说法 为了听你跟文术师弟 两个人一起对问说法来 不是为了座位来 维摩杰大士 就讲了 为舍利佛啊 服务求法则 不贪欺命 何况传作 你来这里听话 听我们讲佛法 听他跟文术师弟菩萨讲佛法 这个重点在这里 真正来听法 这里有这个法 我们要把它想成 很高的佛性 很高 不是一般的法 不是一般的法 在外面听不到 要想成 无上佛性 文术师弟菩萨 是 龙总上尊王佛 唯摩杰 大士 是荆树如来 是佛跟佛在对话 这不是普通的法 讲的都是属于佛性的东西 不是普通的法 所以不能以普通的法来想 要求这个法的 连生命都可以不要 连身体都可以不要 何况是一个座位 文术姐就讲了 要想听 我跟文术师弟菩萨 这样子 讲这个佛法的 连生命 身体都可以不要 何况这个座座 不求法者 你来听最高的佛法 非有色受想行事之求 也不是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有五蕴 五蕴 就是受想行事 就叫五蕴 也不是这个东西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求 不是色受想行事 你想也想不来 也没有接受 也没有想 也不是你做得来的 也不是你的意识 能够想得到的 非有戒入之求 所谓十八戒 十八戒空 没有境界的 无止境的 这个法 是无止境的 无穷境的 不只是十八戒 根本就没有界限 无穷境的 真正的佛性 真的是无穷境 我是按照我的解释 我不看别的 别的讲 非有戒入之求 非有异色无色之求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这是三戒 我们知道了 诸天当中 就有欲戒天 有色戒天 有无色戒天 也不是这三个天 佛性也不是这三个天 你要想成佛性 非有欲色无色之求 佛性 不是欲戒 色戒 无色戒 为舍利弗 夫求法则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众求 这个佛性啊 不是你求佛就可以求得来的 也不是你求法就可以求得来的 也跟众生啊 完全也不是这样子 去求求求得来的 去求求得来的 什么都不是 这个都讲的都是很深奥的东西 讲的都很大 佛性本来就不可思议的 他也不受污染 也没有觉 没有接受 你也不能够接到他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 虚空可思量佛 虚空没有办法思量 虚空 无穷尽 你想不到的 你用想都想不到 虚空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东西 虚空里面有很多东西 像雷啊 电啊 云啊 日啊 夜啊 雨啊 雪啊 冰啊 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一样可以说它是虚空 没办法 没办法讲的 服务求法则 无见苦求 无断击求 哇 他讲到苦即灭道 你阿罗汉就是修这个苦即灭道 就释述 但是乐本身当中也带着苦因 不要以为这世界上有快乐的事情 都是暂时的 你财啊 你财啊 会有得失 钱方面 你得到钱 你会快乐一下子 施迹的钱 你就会 痛苦 终有一天 这个财不是你的 所以最终还是苦 所以智者是认为一切都是苦 释迦文与佛常常讲 一切切苦 他是智者 有智慧的人知道 男女之番 大家以为是乐 其中掺杂很多的苦 在里面 而且那个乐很短暂 一下子就变成空虚 就空了 你再求 求得到 也是短暂的乐 求不到 你就痛苦 所以不要以为 你的爱念就是乐受 其实也是痛苦之因 最终都是苦 民 大家以为说 像昨天台湾选举刚刚出来 有的很乐 有的很痛苦 不要以为这个乐是永远的 四年后 你就不试了 你做了四年 最多让你再连任 做了八年 以后你就不试了 最终的最终的还是苦 没有了 民也是没有了 财 是 民 都是苦 吃东西 你以为吃东西很快乐 肚子饿了还是要吃 小师尊 每一天吃东西 午餐吃完了吃晚餐 晚餐吃完了还吃宵夜 第二天早上又要吃 吃的时候很快乐 饿的时候就很痛苦 吃错了东西还拉肚子 哪里常常乐 苦乐是一种循环 不是苦就是乐 不是苦就是乐 最终的还是苦 自责之道 见苦求无断及求 苦跟及压 也不是 苦及灭道也不是 无照进正修道之求 无照进正修道之求 他说 佛性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求的 法不是让你去求的 修道也不是 佛性修道也不是 修道只是一个方法 你修得到是一个方法 佛性还是佛性 不是让你去求得到的 所以则和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佛性是没有细论的 没有细论的 我们知道这个四种瑜伽 第一个瑜伽是专一瑜伽 第二个瑜伽叫做离系瑜伽 离开所有的细论 离开所有的细论 佛性是离开所有的细论的 也离开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道的 修道的 离开所有的修道的 你也不是能够制造出来的 也不是你制造出来的 法无细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佛性是没有细论的 这个 这个 唯舍利佛法民极灭 释迦牟尼佛也是讲极灭 三法印当中的一个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境 涅槃极境 就是极灭 涅槃极境就是极灭 没有生 佛信是没有生也没有死 没有生没有死 无生无死 就是极灭 法民极灭 没有生也没有死 根本他也不生 也不死 没有生当然没有死 没有死当然也没有生 就是他讲 维摩杰讲 若行 法民极灭 涅槃极境 也是极灭 其实涅槃也不是 涅槃也不是 这要讲快一点 就可以把这一段讲完 若不讲快一点 现在就可以停止 我告诉你 比如摩杰讲这个 这个老托子 真的是 他是讲最高声的东西 一般人是听不懂的 真的 他讲的是佛性 他讲法 用法来代表佛性 是他讲的是最高声的东西 佛性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最高的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 这个 我爷爷告诉我 他看过铁达尼号 当时他就一直警告大家 这个船会沉 但是却没有人理会他 爷爷就一直跟旁边的人讲 他非常勇敢 他说 这个船会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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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次一次的 跟所有旁边的人讲 到最后 他被踢出电影宴 他看铁达尼号的电影 他跟周围的人讲说 这个船会沉 本来就会沉 还要你讲 佛性就是这个样子 本来就是这样的 好 欧玛丽 伯明欧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